不要这样讲 你的意见我们委员都在这边都会听了 后面我们会纳入审议来讨论 真的我拜托一下这些委员这些老师 真的好好地为我们土城的未来 还有台湾的未来着想好吗 针对土城行政园区公办都更案 新北市都委会在公所内举办第三次专案会议 住户代表在人民澄清时间进入 终于抢到发言权与政府机关对话 质疑为何包括京城公园在内的绿地 要严重被压缩 区公所土城景分局迁移到公园内 原本的用地则是开发为数洞30层的住宅大楼 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 先拿绿地开刀呢 我不知道在学校教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这样教的 更何况还要弯进校园挤贴的建筑物 每几分钟就会有一班列车经过 势必会严重影响老师与台湖的身心健康 也会这样学习 时间拉回稍找 居民组成土城国小制救会 京城公园绿地保留制救会 在公所一楼召开记者会强调 捷运万大树林县舍直曲湾 及行政园区都更案 都在破坏土城国小的校园完整性 以及都市中难得的绿地 而且都委会召开两次专案会议都未通知居民 就连第三次会议原本的县地会刊安排 却突然取消 漠视他们关心地方权益等于是偷渡设计案 强烈要求参与专案会议 那LG11站呢 他的环差的报告也现在在环保主选一周 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担心 城乡局他们这样开专案小组会议 如果把这个变更案偷渡进去 未来捷运局在环差报告上 是不是就可以暗示是说 我们跟我们居民已经有获得沟通 获得共识可以开进公园 为捍卫都市中绿地和土城国小的上科环境 居民不退让 都委会以新闻稿表示 去年12月21号初步同意行政园区计划案 不纳入京城公园范围 后续以现有机关用地及公有土地为主 至于民众关心的万大树林捷运县 以另案在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中审议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如果公园没有省的话 对 我说我可以